位于圣彼得堡的瓦格纳总部被俄国警方炒个精光 搜出的钞票面额超过4700万美元 大约14亿台币 甚至还有收闹普里格金的护照 现年62岁的普里格金在苏联解体前 因为抢劫炸弃等罪行吃过9年劳烦 出狱后他卖其热狗没想到事业越做越大 开个餐厅获得圣彼得堡打官显贵的青睐 不只经常拿下利润丰厚的政府标案 负责俄国学校与军队的膳食 还一手包办普丁的就职典礼与国宴 2003年甚至替普丁举行生日派对 从此成为外界口中普丁的大厨 有了普丁信任壮胆 普里格金2014年创立瓦格纳集团 除了叙利亚和乌克兰瓦格纳族机遍布非洲 2022年为普丁投入这场军事行动 普里格金情上前线却功高震主 多次抱怨俄军叼度 与莫斯科嫌隙扩大 普里格金6月发起的类兵变 正式踩到普丁底线 普里格金一生起落 无论已经画下句点或还有戏剧性转折 在在显示大厨或好友 没人能挑战普丁帝国的权威 3D希望往上一报道